一人架起狙击枪瞄准着几百米外的房子 随着扳机被扣动 子弹从女孩的脸颊擦过射中了全家府 女孩被吓得惊魂未定 手枪也掉落在了射击的视线范围内 与之一起的还有一名受伤的女子 和躺在地上生死不明的男孩 女孩想要捡起手枪 起料被杀手打进了沙发下面 女孩拼命地尝试着让自己冷静 这时叔叔的话出现在了脑海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杀手 叔叔曾说过任何空间都有死角 想到这里 女孩将镜片绑在扫把上 接着试探着伸出扫把找寻死角的位置 第一枪位置不对 第二枪也不对 而第三枪子弹打到了墙壁 女孩猛地想到 子弹从左往右而来是对脚线的方向 并且枪声听起来是距离这里很远的高处 想到这里 女孩爬到高处 远处的杀手见到里面的人迟迟没动静 于是命司机往前开一点 随着车子的移动 女孩的身体暴露 然而就在杀手开枪的瞬间 你还将沙发掀起 竟想不到看到了一把狙击步枪 当杀手再次瞄准它的时候 女孩已经先一步架好狙击枪等待着它了 女孩的叔叔意外去世 此后的他不仅给治安留下了一百多亿巨款 还有着藏在暗网下的巨大军火库 叔叔去世前 曾经做过一些奇怪的举动 那就是将房屋的玻璃改造成了防盗防弹玻璃 柜门也是进行加厚处理 智安有些奇怪 像他这样的女生总会遇到枪林弹雨 此时的智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智安说起了前几月欠他钱财的便利店店长 那名店长出了车祸 手臂跟大腿都断成了两截 奇怪的是他竟然将欠智安的钱还给了他 智安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显灵 他曾按照叔叔所说的对着天空 大喊了三次正经弯的名字 叔叔的画质安没有当回事 这时他才猛的发现 叔叔的脸突然多出了好多伤痕 就好像是罪犯的样子 叔叔没理会 而是盯着他的学生正让他记住一串数字 2201 9074 갑자기 학번을 왜 왜 그래 2201 9074 2201 9074 1201 9074 智安从回忆中醒来 他不晓得那串数字代表着什么 来到太平间 智安见到了叔叔的遗体 让他奇怪的是 通常自行了断之人应该都是割腕的 然而叔叔却是割吼 智安提出了质疑 警察对此也进行过调查 只不过最后的结论排除了他杀 智安认领了遗体 然而就当静弯的尸体被推进冰柜之时 一串纹身出现在了智安的眼中 上面写的是协助杀人寺的大字 智安不清楚自己原来有没有见到过叔叔身上的这个纹身 眼下叔叔已经死了 智安也没多想 智安刚回到家 郑明就走了过来 郑明与智安从小一起长大 静弯死后 警察第一个通知的不是智安而是他 此次前来 他是为了帮叔叔制作一项 制作过程中 郑明说出了自己曾经为叔叔创建过一个农用水管的贩卖网站 他知道叔叔死在了卫生间 他怕智安不敢面对 于是提出了替他整理卫生间的想法 然而就在他整理之时 却意外发现了柜子上有一处血迹 打开柜门后 又在里面发现了一部手机 他将手机拿给了智安 当智安打开后 一条近账7000万的短信随之出现 还询问着货物什么时候能发 接着余额短信发了过来 当他数清楚上面的数字后 竟被吓了一条 他从没想过叔叔的余额会有187亿元 你这想法都 农生用品购买了我的数字 我看不见 证明打开了为叔叔创建的网站 通过一番调查 两人发现了一个藏在水管网站内部的暗网 这上面的名字正是协助杀人四个大字 这里面售卖着各种各样的枪支 正当他们感到疑惑之急 右下角突然跳出来了一个消息口 上面询问着什么时候发火 智安用叔叔的口吻回绝了他们 还让对方提供账户他会进行退款 然而就当消息发出的瞬间 对方就询问起了郑晋湾是不是已经死了 紧接着他又说你今天也死定了郑智安 两人被吓了一跳 证明连忙扣上电脑让智安不要当真并建议报警 话音刚落 门铃声响起 智安接起可是电话后 对方称自己是晋湾的家教老师苏敏慧 还说是晋湾今天约他前来的 智安有些不信 这时又一条短信发了进来 上面说的话仍然是要杀死智安 智安有些愣神 当他回过神的时候 先前在门外的女人已经闯了进来 紧接着无数架无人机朝着智安家的方向飞了过来 看到这里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谈恋爱了 不妨试试 能根据喜好选人的恋爱软件 牵手 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 牵手会根据这些特质 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 尤其是 他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 所以 牵手的脱单成功率才会这么高 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 他把你所喜欢的 直接推到你面前 点击评论区试试吧 在看电视的男人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紧接着他便告诉侄女自己要去趟病医馆 等一下朋友会过来接他 但绝不能直接帮他开门 一定要出谜语考他 若对方答对了才能开门 要是没答上来 绝对不要开门 不许 loved 你能帮他 嗯 我可以做的 很讨厌 紫语记的是这个 我猜我猜 说话是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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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前脚刚走 一名男人就翘起了房门 志安透过猫眼看到了男人的模样 接着按照叔叔所说提出了问题 我说话是说话 说话是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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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安被吓得连连后退 门外的男人此时已经将房门打开 就在志安惶恐不安之时 又一名男人出现将窍门之人拉了出去 志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却听见外面打斗的声音 很快 男人走了进来 并用手机回答出了志安问的问题 男人叫志安去屋子藏起来 他则是继续对付要前来对志安不利的人 这时一名持枪的男人走了进来 志安缓缓将门开了一个缝 看到的竟是叔叔的朋友手臂被砍下的场景 志安被吓得连忙关上房门 皆さん找不 Chem呀 üre形的位置 神开箱 背后 志安松开了手 掉下去的他因为落在了沙发上 所以并无大碍 然而就当他跑到路口时 一辆汽车突然出现将他撞进了医院 志安的意识有些恢复 隐约着听见了警察 讨论着父母死在了殡仪馆的事情 叔叔也不见了踪影 傍晚 睡梦中的志安梦见了一只恶犬 叼着一条手臂出现在了眼前 志安被恶梦惊醒 与此同时 先前要抓志安的那名男人再次出现 当他来到病房之时 原本躺在这里的志安已经不见了踪影 志安循着安全通道一路逃离 而那名男人就紧跟其后 最后 志安误打误撞闯入了太平间 太平间有六个冰柜 此时的男人就在门外 志安有些害怕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 打开了最下面的冰柜并躲得进去 然而当他看清尸体时才发现 这人竟是自己的妈妈 志安没有哭 因为外面的恶魔正在找他 他抱住母亲强忍着 不要让自己发出声音 男人先是打开了上面的冰柜 发现没有女孩的踪迹后 做事就要打开下面的 这时同伙突然闯入 一个月后 叔叔带着志安前往了一处新的住处 因为父母的死亡 这让原本健康的志安患上了失语症 再也无法开口说话 看着熟睡的侄女 静弯非常愧疚 因为志安父母的死 跟他脱不开关系 静弯来到门外 不停地扇自己的嘴巴子 一切都尽门外 两次 一切都尽力 一切都尽力 与 interim 一切都尽力 一切都尽力 而是 一切都尽力 四日之后 知安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另类 霸凌的事情因此出现在了她的身上 那时候要不是郑明出现维护着她 知安只会更惨 因为这件事 老师找过郑金湾不止一次 知安的性格也因此越来越古皮 直到有一天 三名小男孩将知安推进了一间仓库 并将大门反锁 知安不会说话 只好静静地坐在角落 这时曾经出现过的猎犬又一次出现 这是知安内心的恐惧被放大导致的幻想 心中恐惧被越放越大 患有肆瘀症的知安也终于再次开了口 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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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变化 我 你也要收快 我快找到他 你会追究竟然 你我也要 你很害羞 他会罵 时间线回到现在 自称是叔叔中文家教的女人 嚷嚷着要进来 志安称叔叔今天回不来 女人听后则是拿出手枪说道 你是在宫州教育大选 我又不聪明又不漂亮 又不是公正大象征的 叔叔也不可能那么小 真的我们三串 아는 거 맞아요 明白 然后三串하고 다음에 연락하고 다시 찾아올게요 女人虽然走了 但那条嚷嚷着要杀死志安的短信 又一次发了过来 这时证明发现了一些线索 那个叔叔留给志安的售卖军火网站 证明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了一些代码 这上面是以严格的等级制度进行的经营 其中等级以代码显示 唯有通过经营者授予代码的会员 才能在此网站上购买物品 但即使获得代码也不能购买所有物品 每组代码皆有不同特性 只能购买符合其特性的物品 代码共有四种 杀人的杀手是红色代码 卖的是枪械弹药炸弹等武器 紫色代码是间谍 是专属买卖情报人士的代码 各种窃听及偷拍设备 黄色代码是善后者 意思是处理尸体时所需要的物品 最后一种则是绿色代码 它与其他代码不同 没有专属的类别 但拥有绿色代码的人 是不能被网站上其他代码所杀害 要是有人违反规则 那么获得代码的所有人 必须拼命保护绿色代码 绿色代码共有两人 我都不运用着 我三村重新吗 然后 重新 治安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不等他过多质疑 爆炸声突然传来 紧接着四架无人机将整栋防污包围 因为玻璃被叔叔换成了防弹玻璃 所以暂时还算安全 可这样的安全并未持续太久 四架无人机分别发射了一枚便携式炸弹 随着炸弹爆炸 玻璃碎裂 郑铭与治安分别躲进了不同的房间 郑铭虽然藏在了防弹的柜子里 可还是被无人机发现 便携式炸弹又一次被发射出 柜门被炸掉 就当郑铭即将死于枪下之时 治安冲了进来 另一边 杀人网站上拥有代码的会员正聚集在一起 随后拿着在网站上购买的武器朝着治安家的方向打过去 家后的女孩发现好端端的房子被叔叔重新装修了起来 随后以装修为由带他来到了一处没有任何信号深山老林 更奇怪的是一向身体强壮的叔叔不仅崴了脚还发起了高烧 治安埋怨着叔叔为什么不找旅馆居住反而来到这里 叔叔一脸痛苦地训诫着他 比起争论计较该如何做才能克服困境解决问题找出方法才是重点 治安不明白叔叔为什么突然说这些话 没等他想太多 叔叔拿出了好像事先准备好的地图 告诉着治安他们所在的位置 以及距离他们五六公里有着急救电话的山屋 临走前叔叔给了治安一柄弹弓提醒着他注意安全 一旦遇到危险 就对着天空大喊三次正经弯 也就是叔叔的名字 什么嘴巴 一切看似很自然的举动似乎有所图谋 看着离去的治安 叔叔拨打了一通电话 随后说道 走在漆黑的森林中 治安也不清楚走的方位是否正确 好在地图上的木屋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治安走上前 然而当他打开房门的瞬间 看到的竟是几条猎犬在啃食着一只断笔 治安被吓得连连后退 慌乱的他拿出弹弓想要击退怪物 可却因为太过紧张没起作用 四周的猎犬蜂拥而上 治安捡起石头疯狂地砸向了他们 还剩下一只大的 治安又一次做出开弓的动作 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了叔叔对自己说过的话 治安直面恐惧一击将猎犬打跑 接着叔叔持枪下跑了剩余的猎犬 回去的路上治安询问着叔叔怎么会突然就好了 还有那把枪的由来 叔叔的解释是自己适合待在大自然中所以好得快 枪支是治安把姓叔叔的 自治之后 自治之后 治安仍然练习着弹弓的使用 尝试了几次都没能将远处的玻璃瓶打碎 这时一声枪响 玻璃瓶应声碎裂 叔叔拿着手枪出现并将其递到了治安面前 叔叔开始教起了治安枪系的运用 他先是将手枪的各个零件拆散摆在桌子上 随后讲起了每个部件的名称及组装方式 就这样 在叔叔的训练下 治安对枪械的运用逐渐熟悉 组装枪械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不知过了多久 叔叔突然死亡 紧接着治安便遭到了一群杀手的针对 治安与正名捡起那块防弹的铁门慢慢走得出来 这时一架无人机出现 治安举起弹弓就要将其击落 然而无人机却发出了猛烈的攻势 紧接着 人举起电磁脉冲发射器 对着远处的房屋就开了一枪 杀手派来的无人机设备尽数被消灭 治安与正名因此逃过一劫 正名亮枪的想要离开 起了要被赶来的敏惠放倒 敏惠用手腕上的设备 对着正名的胳膊扫描了一下 弹出的却是错误信息 紧接着治安举起弹弓 对着敏惠就是一下 敏惠巧妙地躲了过去 随后与治安扭打在一起 与正名一样 敏惠又对治安的胳膊扫描了一下 这一次设备显示出了绿色的代码 敏惠松开了治安并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 这时一枚子弹突然袭来 敏惠一脚将治安踹开 敏惠道出了自己来此的目的 他并非要杀害治安 反而是来保护他的 曾经治安遇到问题时 都会对着天空大喊三次正经弯 之后那些针对他的人便受到了惩罚 治安手臂上只有代码 只有他与正经弯两个人是绿色代码 所以只要是获取代码的成员 无论是谁都有保护治安的义务 所以那天你出门售了一天 他们已经移动了 外面的杀手越来越多 光头与狙击手进行了交流 见到治安露的头 男人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 明慧扔了一颗烟雾弹迷惑着狙击手的视线 男人打电话给了光头寻求帮助 光头则是派出一架无人机 明慧击落无人机的瞬间 他的模样也被男人看了进去 枪械掉落在狙击枪的视线当中 明慧的出现令这群杀手感到意外 明慧在组织中是拥有红色与紫色代码的大司机任务 因此光头不得不加快行动 明慧为自己包扎的同时 光头这边的杀手也开始了行动 治安想要捡起手枪 其料外面的狙击枪并不同意 治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时脑海中浮现出了叔叔曾经说过的万物 都有死角的这句话 他将玻璃绑在扫把上 试探着举起扫把寻找的狙击手的盲区 发现死角就在正上方之后 治安爬到冰箱上方一跃而下 掀翻沙发之时 治安看到了藏在下方的狙击步枪 根据明慧的指引治安将子弹装填上膛 虽然打了个狙击手措手不及 但子弹还是偏了 明慧接过狙击枪 此时光头带着一群人已经将整栋房屋包围 明慧意识到不妙 连忙让治安躲进仓库 仓库里是治安叔叔工作的地方 那里面有一扇进入购物中心的大门 根据明慧的指引 治安与正明拿着防弹大门走到了门外 远处的狙击手看到这一幕 连忙让光头去围堵他们 正明被这种场面吓得腿软 治安劝他冷静 然而就在这期间 治安的头部露了出来 就当狙击手要开枪之际 明慧抢先一步开了枪 狙击手没有死 不过司机却死在了枪下 治安与正明趁此机会来到仓库里 同时明慧与杀手们也跟了管 明慧将大门关闭为他们争取时间 治安则是来到密码所面前 在尝试了几次失败后 他猛地想起了叔叔 曾经让他记住的号码 随着密码输入证券 治安所处的位置突然下降 当设备停止后 定入眼帘的竟是叔叔 留下的购物中心 这里面充满了各种枪械 正当他们观察之时 一个头戴面罩的男人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看样子他似乎一直在这里面生活 男人突然得知母亲的葬礼上涌入一群杀手 心急的他疯狂给哥哥打着电话 驶入一间隧道时 一辆汽车挡住了去了 男人想要倒车 其量下一秒一辆货车迎面撞来 傭兵们闯入了仓库 敏慧关闭了灯光 随后在枪林大火中一跃下 趁对方不备 敏慧突然出现 以蛇行走位迅速靠近了一名佣兵 其余佣兵闻声胆来 敏慧用杀死的佣兵当作肉盾 连开两枪解决掉了两人 接着悄无声息地来到一名佣兵身后 扔出飞刀解决掉另一名 S行走位跑到护物身后 利用其阻挡子弹随后又解决掉了一名 还剩下光头一人 他与敏慧展开了殊死搏斗 光头用枪把弹武器打的敏慧节节败退 摔倒的敏慧用匕首划破了光头的脚踝 接着双腿夹住他的身子 顺势一滚 光头力量略胜一筹 就在他要了结敏慧时 他的脸色由红变黑就好像中毒了般一样突然暴露 另一边 知安与郑明被蒙面男威胁的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男人扔出一副手铐 命令知安将郑明铐上 知安与郑明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 知安健壮只好做出一副要逮捕郑明的动作 趁着对方不备 知安突然发难 将蒙面男勒晕了过去 拿下头罩的瞬间 回忆再次用上了知安的心头 曾经知安有名追求者 在两人感情逐渐升温的时候 知安的叔叔突然出现 阿信叔叔送走了他 不过自这之后 男人看见知安就会下意识地逃避 不仅是这名男孩 与知安玩得好的女生 也都是被叔叔警告后选择了远离知安 知安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叔叔解释着说那名女孩曾想偷自己的手表 至于追求者 在叔叔看来他不仅违法还抽烟 所以不希望知安离他很近 叔叔的关怀让知安无法呼吸 因此让他产生了搬出去的想法 虽然叔叔将知安拉着长大 但知安总觉得叔叔在监禁自己 叔叔没有解释这其中的缘由 反而与知安打了个赌 只要知安能打到他的头 就可以离开 知安闻言冲上去就想攻击 只见叔叔轻而易举地就将他摆平 之后的日子中 知安多次想趁其不被玩偷袭 但结果都是一样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知安有些恼羞沉默 说什么都要找叔叔理论一番 把信在一旁阻止着他 知安也将目标转移到了把信身上 然而 知安没想到把信叔叔这么厉害 因此找到他说出了自己想要拜师的想法 往后的一段日子 知安进行了为妻几个月的魔鬼训练 伸手也在这其中慢慢得到了成长 一次回家的路上 知安碰到了一群混混 下场可想而知 剩下的男人拔出刀子 知安仍想冲上去与他搏动 好在叔叔及时感冒 叔叔提醒着知安 虽然伸手得到了提升 但目前他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武器 时间线回到现在 知安与证明发现这间购物商店内的监控 竟然能看到学校及知安日常居住的各个房间 就连洗手间也被装上了监控 知安回身给了男人一脚 随后拿出手枪逼他说出自己的身份 男人没有回答知安而是说着没有时间了 外面的敏慧已经没了子弹 要是再不把武器送出去 敏慧就会死 这时证明将灯光打开 由于长期处在阴暗的环境 男人皮肤无法接触灯光太久 知安也以此为要挟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份 然而男人刚想开口 郑明却抢先一步堵住了他的嘴 两人再次查看起了四周 意外的是 男人竟然挣脱了束缚 并告诉知安不要相信郑明 说完此话 男人躲了起来 随后引诱着知安将其关在了暗道中 男人将灯光熄灭 戴上夜视仪将郑明绑了起来 同时知安也通过暗道来到了另一处监视器面前 男人利用监视器让知安打开抽屉 里面是叔叔的遗嘱 只要继承了购物中心 所有人都必须听命于知安 知安在与男人确认此事后 命令男人将他放出来 出来后的他让男人放了证明 男人听后没有动作 而是告诉他只有这件事不行 因为知安叔叔的词与证明有关 两人来到证明面前 证明不停地解释与自己无关 我坚持了 我和你一起 一時間前面的努力 狙二輪 但是我和你三宗 Drupper 困没什么 子彻底下饭 是迁远 你几天 叉叉 莫为 绝责 警察 Cream 看她在这一生 如果 总是 目前 治安文言来到电脑面前 眼看就要打开文件夹 郑明突然大吼了出来 还说自己从小就帮助着治安 当初治安被关进仓库里 还是他通知的叔叔 治安一听 选择相信郑明 于是持枪对准男人逼迫他离开 男人临走前送了郑安一副眼镜 说这是给他的礼物 然而就在男人离开后 证明却突然换了一副模样 治安 你刚才被骗过了 状态是确实 你什么证损装成普通人的杀手 前来面试仓库里货源 而这个仓库管理员竟然是另一位顶级杀手 他将针孔摄像头藏在笔中监视着正经弯的一举一动 待正经弯离开后 前来检查的他竟发现摄像头调转了方向 正明没有在意 而是拿着笔四处拍摄着 他想知道组织的人派他来这里要做什么 就当他说这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正经弯突然出现 前一阵的正明还是个普通人 有一天他无意间黑入了一个购物中心网站 他发现这里面竟然暗藏玄机 也正因为如此 让他卷入了一场纷争 杀手突然闯入了他的家 逼迫他们在一分钟内追踪到一个购物中心网站的IP 正明率先完成 另一名男孩拼命地求饶 但仍死在了对方的枪下 同伴的死并没有让正明感到恐惧 反而问他们是否会处理掉这具尸体 正明因此加入了一个名为巴比伦的组织 组织的人拿出治安的照片 让他潜伏在其身边完成指定任务 这就是正明来此的原因 正明与治安是小学同学 他尝试以治安为由向正经湾套进 但不曾想正经湾根本没理他 于是他假借大号为由来到了治安的房子 然而就当他准备进入一间房间进一步查看时 突然传出的正经湾声音吓了他一大跳 他四处搜寻声音的来源 起料正经湾从侧门走了过来 正经湾称自己的电脑坏了 询问着正明是否会休 正明正愁没机会开展接下来的工作呢 正经湾的这番话让他看到了曙光 正明谎称电脑中的病毒需要处理 正经湾想要感谢他 但正明却说他与治安是同学不必这么客气 他就一直在讨论 几岛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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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新年 孟 matem. 三年年年年年年年月 自女人最新年年年议 自我旅行person的朋友 你根本不想讨论 我没有人在那么多人 这是意料理 某乎 我真的在我小时 我真的情感到若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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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我小时用了二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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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我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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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他也是意料理 我剛才不太能說過 我剛剛跟你講過很多次 我只是幫忙幫你 我不想知道自己的關鍵 我小時候 倫岩是課程中學院 那好吧 那我跟班上打開 我那時候在家庭修理 我先打開 我後來跟大家結束 證經完走了 證明直接拿出 U盤插入了電腦中 此时的他并不知晓自己的行为已然都在被监控 回到家的他终于等到了郑静湾上线 在追踪郑静湾的一系列操作后 他便紧跟着登陆了网站 巴比伦的杀手再次出现 郑明为了保命做了一层保险 这样对方就不能轻易将他弄死 甚至为了得到信任 他还想到了一系列计划 郑明将这些事告诉给了志安 小杰巴让志安打开的文件夹随之被郑明打开 这里面的视频内容是郑静湾发现了郑明目的之后的情况 郑明利用A合成模仿了志安的声音 随后播放给了郑静湾 郑静湾得知志安出了事 脸上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不过他还是打算按照郑明的要求去做 临行前 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把信 他将刀子放在郑明嘴中提醒着他一定要遵守承诺 就这样 郑静湾死在了浴室中 志安目睹了叔叔死亡的过程 郑明在一旁嘲讽着郑静湾 说他那么厉害的一个人 就连合成声音都分辨不出 就在郑明沾沾自喜之时 志安突然笑了 志安很清楚 巴比伦不会放过郑明 只要他一出去就会第一时间被干掉 郑明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记得不餓吗 你叫我告诉你 队然告诉我 《硅力Dave》 《硅力功能之》 《硅力道的职位》 《硅力道的职位》 《硅力duction的职位》 《硅力道的汉 می商量之》 од company i've gone to my lord 什么 decarica master you're are there 就是 你不能 suficiente 你 pale 脱下 你真的不太厉害了 你都没看过我们的试图 你都没看过我们的试图 你只是 守护标 现在的唯一是你前面的我 那么你必须贏的人 不是那些人 我 不是 我 人想要杀死女孩 齐亮女孩突然反抗 正名的头被志安双腿牢牢夹住 紧接着志安一口咬在正名的耳朵上 正名痛苦的哀嚎 志安趁此机会挣脱一脚将他踢到了桌子下方 恼羞成怒的正名持枪开始射击 志安凭借着地狱与正名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志安孤立无援 看着四周的环境 脑海中浮现出了叔叔的话 叔叔说要在危机关头时运用起周围的一切 想到这里 志安连忙拿出绳子和油桶开始布置起了陷阱 正名一边嘲讽着志安一边朝着陷阱走去 然而下一秒 意识到不妙的正名并未改掉嚣张的态度 反而不停地说志安示弱者应该看清局势 里面的危机暂时解除 但外面却四面楚歌 傭兵们越聚越多 一辆辆汽车开到了这里 甚至为了百分百拿下志安还出动了机器狗 机器狗从几十米高空一跃而下 朝着志安所在的房子就冲了过去 有机器狗开路 其余傭兵见状蜂拥而上 屋内的敏会受了伤 小杰八开始了防御作战 他知道正进湾将这间屋子进行了改造 所以很清楚哪里有机关哪里有武器 他将墙体砸开后 一把把枪械出现在了他们的眼睛中 接着小杰八控制电脑 开启了房屋的防御姿态 四周防弹的卷帘门缓缓落下 门外的佣兵头子见状下达了冲锋的命令 佣兵们人没到 机器狗和墙外的子弹却先到了 敏会一人艰难的支持 眼看敏会身前升起了一道大门 机器狗一跃而上 敏会与小杰八还以为安全了 却不知有一扇大门被机器狗死死卡住 带着群人走进房屋 机器狗通过热食衣感应到了藏在里面的两人 与此同时 知安再一次查看起了交接指南 这上面有着叔叔留给知安的话 叔叔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为他准备好了两条后路 如果想要逃走 他可以从地下后门逃生 逃生路线的尾端 有着叔叔为他准备的新身份 和一笔足够余生生活的钱 第二 与那些想要保护知安的人 共度艰难守护这地方 两条路摆在了知安的面前 他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此刻上方的机器狗开始了钻洞 傭兵们打算往里面释放瓦斯 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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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慧凭借着身法在众多佣兵中七进七出 志安选择了协助他们 带敏慧返回后 两颗手榴弹从他们的手中丢了出去 然而危机并未解除 佣兵头子闯入照着敏慧的身上就连开两枪 随后带着志安来到隔壁房间 做事就要划烂他的脸 只可惜 他的愿望没能得逞 关键时刻 把信出现了 把信称已经没时间了 因为贝尔要来了 这人的任务是解救平民 奇料却直接开枪射杀了他们 队友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后进来的男人询问发生了什么 贝尔说人不是自己杀的 并将手枪放在了另外一具尸体上 后进来的圣祖看懂了他的意思 于是 佣兵首领 郑静湾寻着声音前来 圣祖谎称是死去的队友为了逞英雄 所以与平民同归于尽 这时又一名幸存者出现 没等几人反应 贝尔便抢先一步开了枪 贝尔上了法庭 郑静湾作为证人出席 律师询问着他是否见到了贝尔杀人 郑静湾犹豫了下说出了没看到 在这之前 领导与他谈话 同事们也为贝尔开脱 郑静湾心软 于是放了贝尔一马 可正因为他的心刺手软 却为日后酿成了大火 在一次新的行动中 圣祖与把姓起了冲突 郑静湾出言阻止可并未起到效果 最后是贝尔开了口 这才避免了冲突 这是发生灾难的前兆 抵达目的地后 郑静湾故意支开贝尔 他则去抓捕目标 枪林弹雨之后 还剩下两名幸存者 贝尔将武器送到了花衬衫男人的面前 意思是让他反抗 男人没有动作 他就率先发难 最后 以残忍的方式送他见了阎王 另一名则是被队友处决 与此同时 郑静湾也抓到了目标人物 他将任务完成的消息 告诉给了其他小队成员 就在他们准备撤离之时 圣祖发现了残余人员 这时贝尔闻声赶来 里面的人不停地恳求贝尔 但贝尔却是这么做的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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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留下 别走 别走 来 来 你帮我一下 兄弟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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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静湾赶来的时候 成员们再一次颠倒黑白 郑静湾不买账 大战一触即发 郑静湾决定将此事回去上网 他命队友再四处安放炸弹 然而就在他撤离之时 却遇到了藏在这里的敏慧 来到队友面前 郑静湾让他们开车先走 带队友离开后 他则是返回想要带走敏慧 意外的是 原本离开的贝尔竟然反了回来 贝尔想要杀死敏慧 郑静湾则要保护他 迪卡 何朋友让我杀死敏懷 那你只要死敏 所以我认为了 有印 посмотреть 要看到坏法导致 幸就是事进入 贘寻了钱 都赢得到 私众执 스타일 他迫痛 民众 Barr Lond 我们无法爱 食べ Chef 把gre working 我们绝货 两人用冷兵器开始了生死战 他们的伸手不相上下 你来我往彼此都受了伤 相比贝尔 郑静湾受到的伤更大 眼看下一秒郑静湾就要死于贝尔之手时 敏慧开枪射下了贝尔的一只眼 郑静湾想要开枪却没有子弹 爆炸即将到来 郑静湾选择让他与建筑同归于尽 他在领导面前谎称贝尔是在作战时死在了爆炸当中 他也在这时候提出了休假 虽然贝尔死了 可郑静湾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 他的直觉其实并没有错 因为就在他抵达家中的同时 原本死了的贝尔竟然出现在了圣祖面前 男人打开快递 竟发现里面藏着一名女人 女人对枪械天生有着超高天赋 在无人教学的情况下便将一只零散的手枪组装完毕 他是郑静湾送来的 男人名叫本田是明雅吧 他与郑静湾是兄弟 本田的弟弟是计算机天才 他曾提议让弟弟帮助郑静湾建立枪械购物中心 不过当时郑静湾却没当回事 贝尔为了报复郑静湾 召集了一大批雇佣兵 开始了对郑静湾家人的报复 郑静湾的母亲死于贝尔之手 大哥大嫂则是被圣祖哄骗到天台 随后死于贝尔与圣祖之手 因为志安被郑静湾带走 所以他们开始了对志安的追杀 雇佣兵内部有一个名叫郑哲的男人 曾不愿设计到家人 但奈何圣祖以他的家人威胁 不得以他只能狼狈为奸 通知郑静湾贝尔回来的消息 是郑哲提供的 接到这通电话后 郑静湾这才准备赶回葬礼现场 临走前 他给本田发了条短信 让他来保护志安 本田与弟弟进行了道别 本田那名精通计算机的弟弟 正是长大后躲在地下室的小街霸 郑静湾走后 贝尔的人随之而来 还好本田及时赶到将志安救下 不过可惜的是 他还是死在了前来支援的圣祖手上 郑静湾被杀手堵在隧道 防弹玻璃抵挡了全部的子弹 最后他凭借着后背箱中的机枪 这才化险为夷 他没有杀郑哲 但郑哲却死在了女杀手的枪下 与此同时 敏焕通过监控看到了前来收尾的雇佣兵 他提前设置好陷阱 利用硫酸解决掉一人 随后再用武器解决掉另一人 安全之后 他放了一把大火离开了这里 受伤的郑静湾找到把信 从把信那边拿到了一把手枪 把信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与贝尔开战 在郑静湾心中 是他导致了那些平民惨死 如果当日在法庭上指认了贝尔 此时的他应该还在监狱 他希望将一切恢复到郑屋 所以他有着不得不做的理由 郑静湾曾经的队长知道贝尔所做的一切 他没有惩罚贝尔 反而还决定与贝尔一起对付郑静湾 从把信那边离开的郑静湾来医院找治安 解决掉车内传信的两人后 发现了贝尔的人正在追杀治安 治安躲在停尸房的时候 郑静湾出现了 在解决掉两名杀手后准备带着他离开 然而刚走出来就见到了贝尔 贝尔本想解决郑静湾 可惜却被一行人打断 纵使贝尔失血 但也无法在大庭广众下开枪 就这样 郑静湾走了 队长回到家 听见有个叔叔送给他的一把 用积木做的手枪 队长脸色巨变 因为郑静湾来了 队长回到家前 郑敬湾知道 即使组织不再插手 但贝尔却不会停手 为了对抗贝尔 郑敬湾决定制定长远计划 也就是建立购物中心 他找到把信帮忙 把信找到敏惠 他则是带着治安回到了这里 至于小结巴 购物中心的建造离不开他 就这样 把信开始了对敏惠没日没夜的训练 贝尔与郑敬湾最后的对决也即将开始 购物中心大结局来了 郑敬湾没有死 宁慧身受重伤 把信将他身上的子弹取出 随后提议躲进地下室 小结巴没有同意 因为购物中心需要24小时无人职守 否则擅自闯入就会触发爆炸 并且没有了管理者 购物中心将自动开启重启装置 正当小结巴准备查看 购物中心服务器重启时间时 竟意外发现有人登陆了系统 而这个人正是侥幸逃脱的证明 证明不知该如何逃脱 只好运用计算机天赋黑入了程序 重启装置解除 小结巴开始控制着各处机关 然而刚将铁门放下 地上死去的机器狗竟突然复活 紧接着发动分贝攻击 小结巴没扛住第一个晕死 正当敏慧要将机器狗砸烂时 圣祖带着另外两名雇佣兵闯入 敏慧受伤愈发严重 闯进来的两名杀手与把信曾经是好友 所以他们选择了尊重 与其进行了搏斗 把信等人在拼命 圣祖则是不紧不慢地对付着治安 苏醒的小结巴贸然出现为他争取了时间 但他自己却被圣祖击毙 见到治安 把信大声喊着让他快逃 可他自己与敏慧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圣祖一路追寻着治安来到仓库 正当两人对峙之时 郑明从购物中心爬了出来 圣祖不清楚他是谁 于是来到其面前亲手送他上了路 治安趁此机会从郑明上来的地方跳了下去 圣祖紧跟其后 圣祖在四周安放了红外线爆炸装置 随后试图用言语攻破治安的内心 治安驾驶着叉车贸然出现 但依然对圣祖无法造成伤害 可圣祖在翻滚中不小心触碰到了 自己安置的红外装置 爆炸将它炸倒在地 上方的汽油桶顺势滴落到了他的身上 看着治安持枪对准自己 他嘲讽着治安不会用枪 其料他刚说完 治安就对着汽油开了一枪 火灾触发了淋雨装置 圣祖身上的火焰没熄灭 但仍没有在治安手上活下去 与此同时 小结巴再次醒来 因为穿了防弹衣 所以没有死亡 回到购物中心 通过计算机发现 又有一大批杀手正在前往此地 这些杀手不是贝尔的人 但却收到了 巴比伦组织的悬赏钱来对付治安 他们都是购物中心 有着代码的杀手 治安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将圣祖的头颅砍下 随后让小结巴 将头颅丢到了这些人面前 治安利用广播劝退了他们 准备的杀手 检查地被晾人的队 大批杀器的预防 中存从何时地供的队 发现一些系列公司 非常好 打顶欠的线 两个月 下期有什么 发现 我以为你同样的 要跟他同样的 你的手组都不肯定 我以为你不肯定 要不要乱 我计算计算 如果我忽然不肯定 我一直以为你会不会 我会死 我会死 那是你 你以为你去决定 一 二 危机暂时解除 把信打开房门 见到了敏慧没了气息的一幕 不久后 黄色带马的人出现前来上后 而志安也再也没发现 把信于敏慧的身影直至天亮 一个让志安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那就是原本死亡的正经弯 看样子 这部剧还有第二部 敏慧生死未果 贝尔也还没有死